美玲老師來進行一個 零珠的占卜 我們來這樣 未來一個月 我在哪一方面的運勢 可以很圓滿 來 老師 我們看看你未來這一個月 在哪一方面能夠很圓滿呢 我們憑第一直覺 我們看第一組是兩顆對兩顆 第二組是三顆對兩顆 第三組是四顆對兩顆 第五組是五顆對兩顆 第五組是六顆對兩顆 未來一個月 我的運勢可以圓滿嗎 好 我們來看 我們先來看第一組好了 我們第一組 觀眾朋友跟艾老師 所挑到的第一組 是在哪一方面能夠圓滿呢 我們看一下 這個是在戀情方面 是可以圓滿的 啾咪啾咪 我們在戀情的話 其實現在很多的感情 都是紛紛擾擾 吵吵鬧鬧的 一直沒有辦法 找到解決的方法 所以一直沒有辦法 讓感情安定下來 當你捕到這個卦的時候 這恭喜你喔 你在感情上面是 終於可以安定 可以一切圓滿了 所以我們恭喜你 好 我們再來跳過 我們看看這個第四組 第四組是紫千 跟觀眾朋友挑的 我們看看在哪一方面 能夠圓滿呢 這個告訴你 你的願望可以圓滿 恭喜恭喜 願望是希望 專輯大賣對不對 對 你的願望就是 專輯大賣嘛 所以你的願望是可以圓滿 我們的願望 觀眾朋友 你如果在當下 你是有想要圓滿哪一件事情 這恭喜你的 你現在當下所有的願望 都能夠圓滿 我們恭喜你 然後再來我們看 今天我們所有人 挑的最多的 熊熊還有淨純 我們看看在哪一方面 能夠圓滿 我們恭喜你 這在人際關係方面 人際非常地重要 人際就是說 現在很多人在職場上 他需要有貴人相處 或者是有資金 或是我想要唱歌 也要有個平台給我 就是說你在人際關係方面 你現在想要什麼樣的人脈 都會如願以償 所以我們恭喜你 然後再來我們看這個 靜純跟觀眾朋友 所挑到的 這個是篤雲哥 二號是篤雲哥 篤雲 好 我們給篤雲 深呼吸一下 這個很好 我們在家庭方面可以 家庭很圓滿 很圓滿 在家庭 其實現在很多的家庭 天天吵吵鬧鬧 看個新聞也要看說 你是藍黨的 我是綠黨的 你什麼黨的 然後為了政治人 也會吵架 看個新聞也會吵架 我們轉個台 什麼都吵吵鬧鬧的 所以我們補到這個掛的時候 這代表說家庭 種種的紛紛擾擾 種種的問題 其實你們可以找到解決方法 是可以平息下來的 其實我們現在家庭圓滿 是最重要的 家庭大部分都吵吵鬧鬧的 所以恭喜你 然後再來我們看 我們在座都沒有人挑到的 我們觀眾可以掛到的 我們看看這哪一方面 能夠圓滿 這恭喜你 你的財富是可以圓滿 我們財富圓滿的話 就是代表說 你現在錢財是非常非常的旺 恭喜你